据法新社15日报道 荷兰卫生官员表示 在丹麦和挪威报告了可能的副作用后 他们已于14日暂停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两周 荷兰是最近一个暂停接种该疫苗的国家 目前欧洲已有12个国家 完全或部分暂停使打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欧洲12国暂举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这让好不容易采买到该疫苗的民进党当局灰头土脸 据台湾联合报14日报道 首批赴台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需要经过7项检验 目前已完成6项 大概还有6、7天就可以开始接种 15日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称 有三种人不适合打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包括对疫苗所含成分过敏者 施打第一剂后出现严重过敏者 以及18岁以下的青少年 另外有急性严重疾病 且伴随发烧或急性感染者则应暂缓施打 但指挥中心初步调查显示 列为优先接种群组的岛内医护人员中 只有三四成愿意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台湾东森新闻云的最新民调也显示 仅38.3%的受访民众表示 愿意尽快施打疫苗 51.6%的人不愿意尽快打 面对这种情况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声称 不排除由蔡英文带头接种 增强医护人员的信心 不过蔡英文方面的回应是 一切军医专业评估及判断 但认为应该让长者 高风险族群 第一线医护及防疫人员 能够有优先施打的机会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和陈时中此前都曾表态 若民众有一律不愿接种 他们愿意带头 请问院长你要不要带头施打 H1疫苗 我们都已经定有施打的程序 就是护额园定的原则 一定要保护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大家有信心 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呼吁蔡英文 应比照马英九2009年率先接种 H1N1流感疫苗的做法 带头接种新冠疫苗 雅虎最新民调也显示 有高达93.6%的受访民众认为 蔡英文等人应该带头接种疫苗 几乎是一边倒 台湾东华大学教授施政风 在脸书发文表示 其他地方都是领导者带头卷袖子打疫苗 包括已经90几岁的英国女王 高层究竟在等什么 这样的心态要是大陆的导弹打过来 既不是要赶紧搭直升机逃跑吗 坐领高薪 耳奉耳露 明高明知 真是丢脸到极点 已经下完就要在阻性 chatting �묻操的 这里也是 一边 икс 又二辈子 又二目呢 好好做 这就是 我们下ある 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